改人设 改剧情 改结局 电视剧魔改太严重了 一 沉香如现 把男二改成男一 是这剧最大的败笔 为了增加男主的戏份 于是女主成了惹是精 灭爱脑 男主成了救苦救难的男菩萨 隐忍深情 还动不动就是苍生难易 不能动情 默默地爱女主 女主靠自己聪明度过的望春 变成了男主旧的 女主在凡间过自己的日子 成了男主身边的跟班 还要学小学机一样 打闹恋爱 温柔深情的男主成了配角 女主放着好男人不要 非要虐着去爱一个 伤害过自己的人 这纯纯的斯德哥尔摩症啊 最让人无语的是那个破灯心 戏份简直加的猖狂 在天上 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坏事 你让仙主官准备一本假名册 离间女主姐妹 双生连必分强弱 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 未必 下了凡 还能各种小小组 掌控别人 导致把配角的线都改了 这多大的后台啊 关键改了的剧情一态糊涂 又拖沓又无聊 真是罪了 二 且是天下 除了男女主人设 跟原著有点关系之外 剧情已经面目全非 一个好好的大女主 改成了大男主全谋剧 还特别贪心的 想要援助高逼格的人设和背景框架 导致成为了一个似不像的孤偶剧 全谋剧情 写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还涉嫌抄袭 恋爱部分 全是工业堂将 女主作为天下第一的高手 还能崴脚 人设前后不通 男主这么强大的势力 还能被废除武功 这家反了才是合理的吧 武侠特效 堪比仙侠 可以上天若地 还能上演赵露丝 舍身堵大炮的抗日场景 这些烂剧情 全是编剧自己写出来的 剧情写得如此混乱 动机逻辑一窍不通的情况下 编剧还要抄原著群雄天象的 大格局背景 知识缺心眼儿呀 三 敬双城 改人设 把一个有着国仇家恨的 美貌娇人男主 改成了一个前妻活泼 后妻木讷的深情男主 把一个隐忍强大的女主 改成了柔弱靠人旧的人设 空三国允许买卖娇人的制度 是男女主相爱不能在一起的 根本原因 也给改了 你这样还翻拍什么援助啊 男女主各自的初心与责任先 全成了渣渣 这里你们必须谈恋爱 白鹰即使谁有婚约 跟苏摩的工业堂经要整起 复活后 女主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晒太阳 就要往有光的地方晒 就是为了让别人救 郭超佳恨没有了 男女主谈恋爱的戏份就使劲加 你瞒着我 我默默关心你 关键 这俩人CP感也没有 还没有其他副CP的线好看 至少人家演技是在线的啊 4.尤斐 原著作为一部充满武侠气息的大女主文 侠义就是这部剧的主题 可作为一部武侠电视剧 武打戏拍成这个鬼样子 原著重点是女主参悟刀法 以及自身成长的过程 这样的戏份却拍得非常敷衍 有时女主看起来很强大 几招就能把人打趴下 有时候又很弱 几招就被人打趴下 武打戏拍不好 女配还加戏 给自己整出一个稳定的三角链 女主跟坏人废话中毒 女主他妈非要一人之力去送死 将军明明知道会死 还去送人头 为了走剧情 这些人物都被强行降制 可最主要的是 剧情主线写的也烂啊 坏人要塑铁法打造武器 结果就给自己造一个铁壁 自己手下的兵器可有可无 因为打架会被对方直接用迷药迷运 你说这密法抢了又有什么屁用 5.阵魂 鬼神轮回 改成一星人地星人 真的好中二 还把双男主改得如此弱级 堂堂掌魂使 要下个求然 要被人扔鸡蛋 一个阵魂令主全靠别人救 四大盛气的设定 改成了就一星人的出没剧情 完全是为了凑极数 反派就是沙马特 与中二夜尊的沙雕团 本来当作一个下饭CP的甜剧 看还算不错 可大结局非有拔高利益 把主角团全歇死了 看见沈威死去 赵云兰被困在阵魂灯 永生永世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编剧 没个十年老雪栓 写不出来这样的剧情 全靠两位主演的演技和眼神拉扯 才爆火的电视剧 居然把主演写死了 故事没看透 到头来磕的CP还是悲剧 这谁受得了 六 闹破苍穹 这部剧的原著法 估计要被气死了 人寿改得乱七八糟 五大家族是什么鬼 剧情全靠七兵八糟 甚至还可以看见抄袭的样子 比如几大门派前来索要屠龙刀 烟素素自杀 张翠山自飞武功 张无忌不能修炼 被同门欺压 想要练我 为其母报仇 呃 跳戏了 还有许多让人跳戏的片段 像权力的游戏 魔戒 笑江湖 斗罗大陆 择天际等剧情 还加了一些与原著基本不相干的元素在里面 猪公盗 僵尸 夺敌 黑化等 最终成为了一部东拼西奏的大杂烩电视剧 就连反派都在第一集给你点名是谁 还有一堆大佬斗气划码的战斗特效 直接被吐槽出圈 竟然编剧导演这么天马行空脑洞大开 为什么还要买原著 七 风起泥赏 作为一部以女主视角展现唐代景象的电视剧 按理来说应该是细腻丰富的 怎么会变成一部傻白天作死剧 而且原著这么多男主婚后的剧情 编剧在原创的女主成长史的 就鼓励那扎的演技配上这样人手 谁说不是灾难 现在的电视剧不是傻白天就当不了女主是吧 女主没有身负加仇就不能生活了嘛 哎哟这天下第一针值得这么多仇人 这剧说是作文天下还是天下无敌 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弱智的宫斗剧了 这编剧真是个人才 关键人家还拍原著女主与男主的婚后生活 就是第二部风起西周 原班人嘛 你还会去看吗 八 清平乐 这部剧把公主与内侍悲惨的爱情故事 改成了宋仁宗与贤妻皇后的一生 注定会让这部剧丧失掉灵魂 因为原著让两人如此惨烈 就是皇权与封建制度 可导演编剧却硬生生把封建制度的领导者 变成了主角 还演出了宋仁宗一生 把有自己的立场和无奈 公主享受了荣华富贵 就要为朝堂做出牺牲 可这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原著是反抗了失败 才更让观众痛恨以前的封建制度 而且拍了整整七十节 注水加戏的剧情层出不穷 一个嬷嬷都能给好多戏饭 导致剧情脱脱来了 接着几集没有看 后面接着看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若不是孵化道撑着 这部剧不知道口碑会有多低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你认为魔改道 妈都不认识的影视剧呢 竟然编剧这么有才 买IP只是为了关注度和援助粉吧 你们这样挂羊头卖狗肉 良心真的不痛吗